大家好 今天我會表演一個魔術 和教大家如何表演這個魔術如何變 首先我教表演一次給大家看 一副很普通的批牌 現在要記住最小的那張牌 這個 現在還是這張 推回去那次 還有第二張 很神奇,其實也不是特別神奇 我現在就教大家如何表演這個魔術 如何變 首先你要準備一副啤牌 普通的啤牌 是什麼啤牌都可以 張張是不同的,一副普通的 什麼都可以 不用買魔術啤牌 一副普通的就行了 首先 魔術師一定會 要什麼魔術師最好就是小一小啤牌 小一小啤牌 怎樣洗都可以 最好這樣洗 現在就好像被人覺得凝結 然後也可以這樣洗 這樣也可以 沒什麼所謂 拆完 然後就 最下面的張 不一定是這張 有時候可能是這張 其實隨便 無所謂哪張都可以 將這張 如何變成 剛才會變成第二張牌呢 其實很容易 首先 大家要先記住這張牌 然後就用手 整個手掌 蓋住這張牌 不要被人看到 接著 蓋住之後 就推 手掌整個推前 推前之後 現在放在鼻子看 正常 你表現的時候不會 推前了的時候 會不會有張是這個 人家不知道是這個 你一會兒 推前了的時候 你記住用手掌 掌心這個位 手掌這個掌心這個位 這樣 推前了的時候 拉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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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裝成這樣 突出來 會問人家 現在是否重新這張牌 對 然後跟人家說 我現在用食指一 推回它多次 推回它多次 也是當然 這個位 用掌心推下 那張牌上去 當然要同時進行 然後就這樣 動一下手 現在是否變成第二張牌 好了 我再講多次給大家 首先 現在又是洗多次牌 洗完牌 洗完牌 接著最下面那張 看一張 接著也是這樣 打一次打給大家看 就蓋住了 蓋住 不用弄弄的 因為現在還沒看 然後就推前 接著就 拉 這張牌的下五張 即第二張那張 拉的時候 就這樣 壓一壓 等它彈上來 當然不要被人看到 要用前面的位置按 不要被人看到 接著就推 同時用食指同時推 接著就會變成第二張 這個就是原理 好啦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 掰掰 拜拜